大家好 那就是 主要是跟大家說 就是OCF跟G0V今年就是有很多 就是全球的 就是實體的國際交流活動 那其實就是5月底 6月中我們就有實際去 美國進行兩週的參訪 然後就是在那邊積極的 分享G0V的退坑文化 然後7月11號 下禮拜三晚上7點 會有一個分享會 那分享會的話呢就是 除了主要介紹我們 主要去參加的兩場 公民科技國際研討會之外呢 那因為 G0V在國際上似乎蠻熱門的 所以就受邀在很多地方 進行的演講啊 然後也因為大家的好奇心 去拜訪了非常多很酷的團體 那所有精彩內容呢到下禮拜三晚上來 才聽得到我這邊只能先跟大家說 我們到底去哪些地方 好 光是在 加州我們就首先去參加 主要的美國公民科技高峰會 那這個會議非常特別 它是以政府的角度出發來看公民科技 那這張照片呢 只是要顯示說就是台灣 在辦會議的時候 餐點實在是非常的棒 在國外都有絕望的感覺 那就是一個餐口裡面 只有沙拉跟薯片 然後在國內加州我們還去了 這個EFF 然後他們就是一個就是科技 科技人最喜歡捐款的一個很酷的單位 裡面有很多法律的人 然後專門在幫大家打那個法律自由 權利隱私的訴訟 然後還有呢 我們還去了就是儲存大家說 網路資料的Internet archive 然後另外呢 就是我們還在史丹佛大學 距離派在史丹佛大學 辦了一場就是彎曲哲舞的演講 然後接著接著 我們就來到DC 然後在DC 雖然只有一天辦 但是我們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 首先我們去拜訪了 美國的民主研究院 然後首先就是跟他們內部 積極的討論一個關於全球假新聞聯盟的結盟 然後此外呢 還辦了一場專業的演講 然後有很多比如說像國務院啊 華府各地的專家來參加 然後再來呢 就是還在那個 一個開放政府為主的 開放政府為主的Core working space 然後進行距離別的分享 然後最後呢 在DC 我們還在就是以那個 開放政府資料為主的Sunlight Foundation 參觀他們 然後參觀他們的地方 然後跟他們一起聊 然後在DC 最後再上紐約 前往紐約之前幾個小時 然後還去了國家保障團隊 跟他們去國家檔案局 好 然後最後呢 一站來到了紐約 然後參加了 就是我們第二組 就是 第二個就是主要參加的國際 公民科技的討會 就是個人民主論壇 然後 除此之外呢 我們也就是 獲邀去那個 全球守護索羅斯的 Open Society Foundation 分享居林裡 然後最後呢 就參觀了 以那個 公民科技為主的 co-working space 好 那下禮拜三 大家要記得來 然後另外還會有彩蛋 然後此外呢 就是我們接下來 九月會去 那個 co-for-japan summit 然後開放 歡迎大家跟團跟團跟團 然後網址在這裡 好的 歡迎請積極參與 大家出國玩的行程 謝謝